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曾在联合国就职 他从小就跟着随母亲去巴黎等时尚之都 去参加各类的时尚活动 从小就喜欢花样滑冰 19岁在比赛中表现不佳 失去了入选国家队的资格 21岁时转行加入了杂志 89年14岁的王薇薇和一位犹太富商相视销量后结婚 可没想到在63岁时两个人离婚 原因只是不爱了 在离婚后王薇薇又和27岁男友销量 对方是滑冰界小王子 如今的王薇薇已经拥有上亿的身价 传她出行的座驾是一辆价值500多万的豪车 现在的王薇薇已经68岁了 所有豪车住上亿的豪宅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不仅如此 凭借婚纱设计引领世上的王薇薇 一直都被网友称为婚纱女王 只言她设计的一件婚纱 价格就相当于一辆豪车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谢谢观看